哈喽小伙伴们,今天是3月26日,周日,我又来源头主看花啦 现在是上午8点半,因为看到路况已经非常堵了 我把车停在离景区2公里多的地方,然后步行进入景区 从双红路和环湖路的十字路口开始步行 一直走到景区的售票大门口,大概1.8公里路程 期间会先经过源头主的一个排放的门口 而那个大排放并不是景区的检票口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不少有生意头脑的小伙伴开着小毛驴做起了短博生意 从这里到景区门口一套,每人30元 如果是两个人坐它一辆车的话,那就是60元,大家可以自行考虑 沿途也有少量的共享单车,我看到有些小伙伴是骑单车进去的 然后里边的人行步道较窄,行人又很多 而且离湖边的步道是没有护栏的 如果你的车技OK,那是没有问题的 自驾有的小伙伴可以提前找到停车场 避免到时候临时去找一些小的酒店之类的停车场 人家可能会优先考虑照顾自己客户 Moroni进入 如果你是打算这周末,也许是4月1号,2号去源头主的话 一定要提前关注停车问题 因为这周末应该人还是会比较多的 这周末应该是由于荣德升见的 现在是上午八九点,车辆在排队管行中 而我们11点整出景区的时候,这个排放南口的路已经封掉了 也就是说任何车都不能进去,只出不进 所以再次提醒一下,这两天出游的小伙伴规划好你的时间 再往后两周来的话,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我们一路往里走,会看到各种类型的船只在旁边的水域上来回穿梭 是的,你也可以把车停在湖安对面 这样的话,直接坐船进来就省掉了走刚才的两公里路程 我们走近一点看一下 这个游船和快艇是停在景区大门口的位置 船只往往还是非常平凡的,在客楼也很大 可见很多小伙伴也是提前做足攻略咯 游船下来以后,经过这座小桥就到景区大门口了 景区售票处分为大门左右两边 右边的第一个船偶可以买到随身票 记得晚上随身证了 再就是之前每一次视频都讲到的 大门口的是几堂玩景区的樱花树 它们和省英楼前面樱花树林是保持同步开放的状态 所以以后来玩的小伙伴只要看一下门口两棵树是什么样的情况 大体也可以知道景区绝大多数的樱花林的状况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它是处于一个完全盛放的状态 因为前面四次来,我都没有看到它们的开放 那今天已经是完全开了 非常漂亮,给它们一个特写吧 今天作弊一下,坐缆车进去吧 一个是刚刚在门口走了两公里 还有一个是下午还打算去看五代的犹菜花海 所以现在节省一点体力 那坐缆车进景区呢,适合人行到区分的另一条路线 那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现在可以截取一些拍的还可以的片段 放给大家欣赏一下 其实全程都是很漂亮的 但是因为我坐的位置呢 不是很好拍到完整的风景 所以只截取了一段 这是个厨师的一部分 正常的风景 是很美的 就是完整的风景 是不错的 感动的风景 但是我们还是不错的 对照顾的风景 在冠冠冬上 在这个风景上 也不错的 有一次了 对照顾的风景 有一次的造方库 在那中处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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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